富家女抓起一把姜米条散在地上 穷人家的孩子们立刻高兴地捡了起来 女孩抱着一堆芭比娃娃 无时无刻不再彰显着她的附属与优越 这样的童年经历造就了小美飞扬把护的性格 她始终觉得自己的脚趾头都被别人命值钱 此时警察刚才开始反驳 当年在你父亲创办的福利院里 31条人命无辜丧生 难道你就不会愧疚吗 愧疚 小美淡淡说道 现在在我家经营了私立医院 每年至少有310人死亡 有医疗事故的病人 也有过劳死的医生 所以死了31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为了了解实情 刚才打算托死者亲人入手 可每一个受害者家属都显格避而不见 态度极其坚决 原来教会早就派人提前威胁了这群家属 但凡敢透露一个字 必会遭到无尽的报复 那一面 正在搞再向白刚烈汇报工作 白刚烈严肃激烈 让警察官赶快除掉钢态 否则自己实在睡不安稳 而飞扬跋扈的小美又犯病了 她夹起一块大肠刺身 说这可是高级人的食物 你们这些贱民根本消费不起 要不要搞一块 正在搞礼貌拒绝 小美赶紧笑到嘴里 弄想松麻 晚上相遇回到家 为父亲买了最爱吃的酒菜盒子 俩人的关系总算有错款盒 趁着女儿洗澡了功夫 父亲为她收拾起了房间 当她看到天国之门死亡名单的时候 同伯达整个人吓得鸡脸呼腿 第二天相遇在报纸上刊登了行人骑士 寻找20年前的受害者家属 此时一个石荒老人无意中看到报纸 他赶忙借了部手机打去电话 老人是刚才流浪汉小队的重要成员 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 这个男人竟然想杀流浪汉 他递给石荒老人一瓶饮料 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老人刚咬喝甲 却发现里面还有大量情话甲 刚才赶忙追了过去 装扫人的歹徒已经消失得无忍无踪 原来老人是天国之门受害者家属之一 刚才恳请老人同意自己开关验尸 可老人很坚决 就算被情话甲毒死 也不想打扰儿子的在天之灵 分别时刻 相遇的铃铛响了起来 他回忆起 老人的儿子名叫士雄 非常喜欢雕刻 老人也表明儿子绝不是什么教徒 当年他想出去学门手艺 可随后就克辞他乡 为了制造舆论 刚才和相遇口的报社 将开关验尸的事件大肆宣传 在老人和众多媒体的见证下 埋葬20年的尸骨 再次重见天日 这个事件非同小可 总统候选人马应龙 亲自来到了警察局 指名道姓要接见刚才 刚才担当附会 马应龙一脸鬼笑 他坦言 做人要顺应时事 逆天而行 当心小命不保 刚才没有屈服 他说头上一片青天 心中一个信念 不是年少无知 只是不惧挑战 凡事求个明白 算是本性难改 可以还你公道 没有何乐不为 带上了警察 命令相娶 马应龙假惺惺的伸出手 刚才违心的跟他 破了张照片 另一面 童香玉将尸骨 交给了一个 铁面无私的法医 他酷爱和尸体打交道 很快便判断出 世雄死前 遭遇了许多暴力行为 随后法医 突然掐住 童香玉的脖子 他说这个人 并不是被毒死的 而是像这样 被人大力扭断了脖子 手法干净利落 直接要害 童香玉立马想起 梦境中爸爸对自己 做出过这个动作 法医继续传出观点 他说20年前 只有谍报部队出身的特工 用过这样的杀人方式 看来 这个特工 就是童香玉的父亲 童伯他 大妈拿出一盒蟹酱 送给了小区的保安 本以为是一番好意 没想到 却是来找事的 原来女儿借给他 一盒昂贵的美食 可是保安停的 暖气温度太高 蟹酱直接臭了 大妈不依不饶 对着保安破口大骂 甚至让保安 当着自己的面 把稀酱全部吃光 保安打开盒子 一股难闻的气味 扑鼻而来 他不停地道着歉 就要下嘴的时候 保安的女儿赶了过来 他直指大妈 不追重别人 如果你再欺负这个保安 我便会把你抓到警局 大妈自知理亏 慢慢咧咧地离开了 童香玉也很气愤 当年身为 普及特工的父亲 怎么会被一个大妈 如此欺负 20年来 童伯达一直选择隐忍 为了就是和女儿 谋求一份安稳的生活 女儿来看自己 她很开心 但她更想让女儿 辞掉工作 跟自己回到农村 享受极闲的生活 童香玉明白父亲的用意 她没有揭穿父亲 就是说自己要抓到 天国之门的凶手 老父亲的表情 突然开始不自然 另一页 刚才也想明白了 当年天国之门的案子 是马应龙负责的 最终公布死者是服毒自杀 而如今却查出他杀的证据 这个事件 对于候选人马应龙的打击 如一是毁灭性的 此时马应龙已经找到了正在稿 大选还剩两个月 只要撑住两个月 让她当上冯筒 就算闹出天大的事件 她也能分分钟摆平 到时候正在稿 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开国大将 所以关键时刻 一定不要出事 她送给正在稿一副手套 表面上是郁寒的生日礼物 用意却是在告诉她 只要不留痕迹 必要时可以杀人